新的一年 新的开始 工作顺利 生活美满 大家好 我是魏志斌 欢迎回到周末去哪放 让我带你们看一下 2019年第一周的 Top Street与其他南加州活动 和搜索一起玩转圣地亚哥吧 出发咯 好了 到了本周的No.3 新年到还没有流冰吗 圣地亚哥冬天虽然不太下雪 但是无论是室内还是室外 海边还是山上 在这个holiday season 都可以有许多溜冰场 让你尝试溜冰的乐趣 趁这个季节 感觉还穿上保暖的运屋 戴上手套 帽子 去溜冰场听听新年的音乐 新年的灯饰 流泪了 跟三五好友 小酌几杯 好玩的密声杯和 Painoma户外溜冰场 这周末就要结束了哦 还没有溜到冰的朋友们 不要错过了这个新年的浪漫体验 本周的No.2 Spark's画廊举办的 绑架现实主题画展 Spark's画廊很高兴地宣布 彩华横一的圣地亚哥 艺术家Alex创作的新作品 绑架现实将会在画廊展出 展览将展示错综复杂的绘画作品 将概念带入物理形态 同时质疑绝对性和肉体性 Alex是一位出生于俄罗斯的艺术家 他的风格融合了生物形态抽象 地体主义风格的作品 以及细致而复杂的设计 他是一位多产的艺术家 在过去七年中制作了超过850幅画作 分层和细节的图像 使他的作品更加的深刻和复杂 反映了他创作每件作品时的情感状态 本周的No.1 宝猫们注意了 本周的No.1是 Minecraft视频游戏博览会 这是与您的孩子联系的一个非常好的时机 MyFair是Minecraft社群的官方活动 Minecraft上线视频游戏将于1月5号到6号 两天在圣地雅各会议中心举办吉尼斯世界 记录最大的会议 深入了解Minecraft混合现实体验 并进入我们的Minecraft密室逃脱 认识你最喜欢的YouTube创作者 加入亲子建构挑战 赢得Minecraft服装比赛 不间断的大型舞台表演 与Minecraft全球教育导师会面和学习 并可以发现世界上最大的官方Minecraft商店哦 洛杉矶呈现报道 本周推荐的是神奇的中国灯笼节 虽然元宵节还没到 但这个周末的波茂娜展览中心 可以看到来自中国灯笼遗产中心 手工制造的精美灯笼哦 里头有精美的猎豹 狮子 跳跃的锦鲤鱼 水母 熊猫 甚至可以追溯到恐龙的时代 此外还有一千个大型的灯笼 最高可达23尺 现场还有供孩子们发现的恐龙的游乐设施 功夫表演 中国弓手工匠制作的纪念品 以及美食餐车提供的 品尝各种亚洲风味的美食哦 本周的电影推荐 爱满人间 Merry Poppins Return 由于年底许多电影重磅登场 这部温馨的小品电影就被盖过了 刚好本周没有什么特别的电影上档 就来介绍一下这部小品电影 时隔54年 迪士尼重磅打造经典歌舞片 欢乐满人间的续集 爱满人间 带来更多动人的歌舞和温暖的故事情节 大萧条时期的伦敦 人心惶惶 处处可见 消避寂寥 班格斯一家更是笼罩在低气压之下 三个孩子因为丧亲之痛 予予寡欢 父亲迈克斯束手无策 就在他几乎失去所有希望的时候 神奇的魔法从天而降 迈克儿时的保姆 玛丽包平惊喜现身 玛丽开朗乐观 充满活力 还有许多古灵精怪的主意 而她出现仿佛是一道清新的曙光 让低迷许久的迈克和三个孩子 有机会走出了阴霾和伤痛 找回了笑容重新去爱 新年之际 老板大叫 让大家想出三个新年的目标 她说了 有目标幸福才会 在你门口按门铃 开启一扇新的大门 迎接新的未来 新的一年里 搜放住小伙伴们 生命充满喜悦和盼望 我是周末达人 VJ冰 我们下周见